今天的尼克看样子来者不善 毕竟上礼拜才在主场被雷霆给踢管 这回来到对手的家中 说什么也要抱先前的一箭之仇 你还在SGA持续开季火烫的手感 达满整节12分钟攻下9分 双方在第一节呈现胶着的拉锯战 这场比赛SGA再度攻下全队最高的30分 不过光他一人一只独秀的表现是不够的 今天雷霆团队一共只抓下38颗篮板 足足比对手少了10颗 无法得到太多有效二次进攻的机会 光靠他一个人的表现撑拳场 究竟还能够多久呢 我想这应该是雷霆满场球迷 都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这场比赛最大的关键出现在第二节 尼克拉出一波11比0的攻势 一口气将分叉给拉开 从此之后再也不回头 一路领先到中场 而今天真正的主角则是11号的Jalen Bronson 手感实在是火烫到一个不行 这场比赛投篮命中率高达七成 几乎是怎么投怎么命中 攻下全场最高的34分不说 也写下个人本季的得分新高 Bronson这场比赛除了得分多之外 单场也送出了9次助攻 一人串起全队的攻势 帮助尼克多点开花 Julius Randall 25分 Double Double的演出 RJ Barrett也有25分的入仗 中场尼克就以129比119击败雷霆 血耻成功 这一次的客场之旅 带着三胜两败的战机 开心回家